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 4月24日的粵語新聞節目 我是潘家晴 首先和大家過今天的新聞題要 布林肯訪華前夕 中國列出美中關係紅線 香港足總前行政總裁指港府 曾經對香港歌事件施壓 國際特社報告指 中國威權主義在海外擴張 香港越漸走向中國式極權 詳細的新聞內容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週三下午乘搭專機抵達上海 展開為期三日的訪華行程 中方派出上海市官員接機 官方新華社在前一天 以中英文發表文章 列出美中關係五大重點 和美國不能夠越過的紅線 聽下江榮報導 中方派出接機的官員 是上海市外市辦主任孔福安 而美方則有美國駐華大使 白欣斯和美國駐上海總領事 王翰迎接 布林肯這次是認中國外長 兼中共政治局委員王毅訪華 正式的接待儀式是在北京 布林肯去年6月訪問中國 抵達北京時 到機場接機的是 中國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長楊濤 雖然楊濤只是司長級 但仍屬國家系統官員 而孔福安則屬於地方政府艇級 布林肯此行是繼美國財長耶倫訪華後 有一次中美高層接觸 而今次是布林肯任內 第二次對中國進行訪問 耶倫在4月初訪華 專機抵達廣州市 中方派財政部副部長廖文接機 而當耶倫去年7月訪華時 專機還未正式降落北京 中國官方已派出多名官員等待 中國財政部國際經濟關係司司長楊英明迎接耶倫士 中國官媒更報道 耶倫和楊英明握手長達20秒 還一起看了北京天空的彩虹 從白欣斯的社交媒體推文可見 布林肯抵達上海後 現場觀看了有美國球員參加的中國籃球附加賽 星島日報報道 布林肯又夜遊了御圓食了籃牆包子 以此拉開訪問罪魔 布林肯之後會在上海會見商界及青年代表 其中可能包括中國代表 預計週五轉往北京和王毅舉行會談 並可能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 新華網在布林肯訪華前一晚發表報道 中國外交部指明立場 希望布林肯此行能夠聚焦五大目標 又提出美方不能觸碰中方在台灣 民主人權、道路制度、發展權等議題上的紅線 中國外交部在翌日發布了中方五點立場的英文譯本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上週在通報布林肯行程時曾表示 布林肯此行將與中方商討的課題 包括中東危機、俄烏戰爭、台海兩岸關係和南海等 布林肯又打算與北京商討 有關拜登和習近平在去年11月 不得塞得峰會上取得的共識 履行恢復禁毒合作、軍事交流、人工智能和加強民間聯繫的承諾 自由亞洲電台 江榮報導 香港足球總會前行政總裁薛基庫 接受外媒訪問提及 2015年大球場黑國歌事件後 港府曾施壓要求阻止 他並擔憂 香港足球未來被取消國際足協獨立會員資格 有評論認為 如果從歐美圍堵中國角度分析 可能從經濟戰、外交戰、擴展到體育戰 中國香港隊可能因此受慮 傷失某些獨立的會員資格 聽下李向陽中廣正報導 英國廣播公司周一以《Hear自己國歌》 《香港困境》為題 發表一篇講述政治環境變化下 《香港足球發展的專題》報導 並採訪2012至2018年出任 香港足總行政總裁的薛基庫 報導提及2015年世界杯外圍賽 《香港與中國對壢》有球迷舉起《香港不是中國》的標語 在播放國歌時更有大量球迷發出虛聲 《施基庫》還原當時情況指 當年入場的觀眾有一部分本身不是球迷 因為國際賽為香港市民提供了表達不滿情緒的平台 《Hear國歌》可以為他們帶來很大的宣傳效果 很多平時不會看球賽的人入場 結果觀眾人數增加了 他益述當時沒有收到來自北京的壓力 反而是特區政府要求盡一切努力阻止《Hear國歌》 因此足總在比賽引入更嚴格的保安措施 包括搜查和抹收橫額 但無法完全阻止 結果多次被國際足協罰款 施基庫表示任內為滿足中國要求 以及保持香港足總獨立身份 盡力維持平衡 和中國不要走太近 避免被國際足總取消獨立會員 但他認為《國安法》後各個體育總會 陸續在明稱會費上加上中國 足總也變成中國香港足球總會 他相信足總難免有一天 不會再是國際足總獨立會員 何時實現只是時間問題 對於施基庫提及港府曾對《Hear國歌》施壓 本台向政府新聞處查證 但新聞處表示 並非他們職權範圍 香港資深政治評論員劉瑞兆表示 如果以國際圍堵中國的角度來看 可以用事件來看待施基庫的講話 隨著中國和歐美關係 如果進一步學化的話 很可能會從現在的經濟戰、外交戰 以及軍事的張力會崩緊 就很可能會影響到其他文化、體育活動或交流 因為這些是比較成本低的 但又顯示了某些姿態 未來香港國際體壇參與 受到多大的影響 是要更加關注的 他表示香港2020年通過《國歌法》 再加上23條立法後 不可能再發生大規模《Hear國歌》事件 但厭惡大陸裡某一些專制情緒 即使不在比賽時段出現 仍然會在其他地方發洩 台灣香港協會理事長桑普就有另一個看法 他認為中國在國際協會影響力很大 所以香港協種不可能因為灌上中國香港 而失去獨立會員資格 自由亞洲電台中廣正李向陽報導 國際特社組織台灣分會 週三發布最新的人權報告 指香港繼續利用嚴苛的《國安法》 和煽動罪等針對民運人士 又認為極權主義正在崛起 不僅發生在中國領土上 也不斷向海外發出第二部令 連維權律師勞斯惠 也從老窩被遣返回中國 而台灣也出現 疑似中國背景的人士監控人權工作者 和異見人士的事件 聽下《純音》報導 今次的中文版報告 國際特社請來香港插畫家劉廣誠合作 分別為六個國家地區設計插畫 描述人權狀況 在香港部分 他畫了八位被港府通緝的民主派人士超像 另一幅插畫 就是一箱手持六四蠟燭的手 被扣上手扣 最後一幅是維港的景色 但就被鎖上枷鎖 天空也變成中國國旗 而在報告中 就提及多宗最近的事件 包括香港利用嚴苛的《國安法》 和殖民時期的煽動罪等 繼續針對民活人士和記者等 並對書籍、歌曲、社群媒體等內容 加以審查 影響香港人的表達自由 其中報告記載 前支聯會副主席周恆彤 被單獨囑禁共82天 港府尋求法院下令 將《原名光歸香港》 列為禁歌 並威脅起訴任何表演、廣播或出版那首歌的人等 上月《基本法》23條正式生效 雖然報告沒有提及 但有份出席記者會的立法委員審扮楊鎮說 香港即使沒有23條都要佔走向中國式的權 現在只是具體明文化 報告並說到極權主義正在崛起 國際特色組織總部秘書長卡拉馬爾 認為衝突日益增加 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強權國家 進一步傷害了多邊主義的可信度 破壞了全球秩序 國際特色台灣峰會秘書長優伊寧就指出 中國和香港不只打壓境內人權人士 也都不斷向海外發出逮捕令 就好像去年維權律師老師偉 就從遼國被遣返回中國 我也看到說中國其實也不斷地去要求其他的國家 要配合他自己的極權主義的擴張 那不管他是從這個網路上面去進行這個海外的監控 或者是說他要求其他國家要在這個遣返他的這樣的一個意義分子 中國的這個秘密警察在美國的境內 其實不斷地去用跨境政調的方式去騷擾 跟去監控他們的這些在海外的意義人士 他又透露過去舉辦中國相關活動時 會見到自稱公民記者 以此是中國背景的人全程錄影 並針對個別人士拍照 可能在法律上面還有一些比較明確的相關的規範 可以去因為他看起來對一個人的活動進行錄影 或是對特定人的拍照其實他不是一個違反的行為 所以到底要怎樣去規範這件事情 要怎樣去防犯這件事情 其實在美國或是在歐洲 已經有一些國家開始在他們的警察單位 其實國安單位都已經有在做相關的一些討論 那我覺得台灣其實恐怕也需要進行這些相關的交流的意見 中國的權主義正擴散到其他國家 台灣立委審白陽說 中國以不同方式干預戰爭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順音台北報導 港府在23條立法後 積極重建國際聯繫 英國外交部印太事務大臣卓雅敏 週三在香港和香港的官員會晤 美國財政部副部長級官員 也都在本週到港參與論壇 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 更宣布在下個月舉辦峰會推民間外交 要請前美國高級官員出席 同一時間 年輕建制的組織 也都宣布因為外在環境變化 取消在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的示威活動 聽聽梁銘康報導 剛結束訪華行程的英國外交部印太事務大臣卓雅敏 週三在社交網站上載圖片 表示剛剛在香港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會面 並指自己是2018年後首位訪港的英國外交部官員 他透露在和許正宇的會面中 雙方曾討論香港人權自由被侵蝕 和英、港兩國國際金融中心的合作等等 《明報》即時新聞週三報導 出雅敏意好來回覆該部的查詢 並指與不同人會面是好事 另外主要負責亞洲和中東金融罪案相關公司 美國財政部副助理部長Jesse Baker 也在今週低調訪港 以特別港者身份出席由反洗黑錢組織 ACAMS在4月21至23日舉行的亞太區論壇 經常被指收錢開工的激進建制派組織 保衛香港運動 不時會去到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外抗議 該組織原定週三再去美領外舉行集會 強烈譴責美國抵毀香港人權法治 但發起人附贈中週二臨時通知傳媒 說集會因為外在環境變化而取消 本台週三聯絡負震中 他接聽電話後只是說沒什麼特別 然後就收線 未有回應是否收到指示所以取消集會 負震中並非第一次突然取消在美領外抗議 今年2月保衛香港運動 也曾經因為外在原因 而臨時押後在美領外 譴責美國魔鬼政客提名黎智英國族和平獎金集會 當時他向獨立媒體說 因為無法控制的突發原因而押後集會 但就沒有透露實際原因和押後到何時 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星期二宣布 由他成立的會言致富 5月中會在香港舉辦全球繁榮峰會 邀請合共200個海外學者、前外交官等出席 當中包括美國前代理助理國務卿董雲常 前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唐偉康等前美國官員會參與 就地緣政治、大國競爭等議題交流 推動民間外交 我們希望透過多些交流溝通 促進對中國包括香港的正確了解 我們希望做一個交流的平台 我們也希望可以成為一個討論 一些比較有爭議性的議題 香港浸會大學前國際及政治關係助理教材 黃偉國分析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正在中國訪問 加上傳出 美國打算進一步對中國實施金融制裁 阻止中國繼續參與俄烏戰士 所以中方希望阻止和美國的關係進一步惡化 令經濟危機加劇 因此港府也要殺停這類反美示威 以防備指不友善 他又分析 在整個大環境不變之下 相信港府和英美官員的會面屬於試探性質 會摸底牌的策略 黃偉國又認為 在23條的新時代之下 連工聯會在勞動節也不再舉辦遊行 改意走會代替 反映親北京組織不希望舉辦示威遊行 這類會令人聯想到國家安全的活動 而保衛香港運動這類政治大龍鳳 無論外國政府或傳媒都不會重視 所以也再沒有太大的存在價值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梁銘康報導 德國警方日前逮捕華人男子郭健 他在歐洲議會一名德國極右議員的助理 德國聯邦檢察官只用許為中國從事間諜活動 而且案情特別嚴重 知情人士指 郭健早就以海外民運圈作為掩護 在民運和政界為北京收集歐洲的情報 和決策計劃等 聽吳亦童溫曉平報導 德國聯邦總檢察官簽署逮捕令 星期一晚 特勒斯登警方逮捕華人男子郭健 郭健是德國極右翼另類選擇黨政客 歐洲議會議員克拉的助手 他2019年以來一直為克拉工作 克拉是今年6月初舉行的歐洲議會選舉中 德國另類選擇黨的頭號候選人 根據德國聯邦總檢察官辦公室的新聞稿 郭健被指控為中國從事間諜活動 而且案情特別嚴重 他位於特勒斯登的公寓也被搜查 德國檢控方表示 今年1月 郭健多次將歐洲議會的談判和決策情報傳遞給中國 去年9月 郭健就被德國媒體起底 說他除了打入華人民運機構內部之外 還帶克拉訪問中國 克拉也在中共見證72週年的時候發表足詞 以及參加中國官方機構的活動 並且在歐洲議會關於制裁中共的相關議案裡頭下反對票 一般估計 當時克拉和郭健已經被德國情報部門注意到 在媒體曝光之後 郭健仍然向中共當局傳遞情報的舉動相當大膽 德國檢控方也表示 對郭健的訴訟程序是基於德國情報部門 德聯邦憲法保衛局的調查 根據調查結果 郭健也都為中共當局收集在德國的中國異議人士的資料 居住加拿大的知名民主人士 作家承說曾經數次在民陣會議上見過郭健 指印象中他不是很多和人交流 但總是觀察會場的人士 乘說認為郭健利用民主機構做其間諜活動的保護式 郭健也認為郭健以海外民運人士作為跳板 再接任德國政治人士 無疑是為其間諜活動打開更大的平台 他更方便更有效率地去為中共服務了 德國台灣銳士評人程世光在接受本台訪問時後 呼籲歐盟加強調查 就郭健被捕一事 赫拉星期二在社交媒體X上面發文 他說在從媒體上獲釋他的僱員郭健被捕的消息 他沒有更多的消息 為外國進行間諜活動是一項嚴重的指控 如果指控屬實 郭先生將會被立即除名 但是赫拉薩後又將事件引向政治對手的競爭 說這些報導的感覺和讀起來 都是像一場政治運動和選舉干預 德國另類選擇黨公關部門也快速發表聲明 說報導令人擔憂 說等待進展 並且對聯邦總檢察官的調查盡一切努力澄清 德國當局星期一還宣布 逮捕了三名涉嫌為中國情報部門 提供軍事技術資料的德國公民 而英國檢方星期一也都宣布 一名在英國國會工作的前研究員 和另一名男子被指控為中國從事間諜活動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星期二在例行記者會上 再次批評關於中國在歐洲間諜的報導是抹黑和打壓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吳亦同溫曉萍報導 黎智英案控方重返證人陳子華 週三繼續作供 她說黎智英當日被捕後 國際線再無法得知美國政府的內部消息 同時失去了黎智英在美國和其他地方的政治人脈 形容是對重光團隊推動制裁一個很沉重的打擊 聽下董書粵報導 控方展示黎智英在2020年8月10日早上被捕後 陳子華和李宇軒之間的對話 談及有人勸他們離開香港 陳子華回應說作為領袖我必須留到最後 又反問走走走我如果離開誰來帶隊 她並承認陳英和李宇軒相討 表示如果她離開香港之後 就由我頂住她的位在香港 所以當時我有一種這樣的自我感覺 信息又顯示 陳子華當時最終說 兄弟讓我留在這裡 我們不可以承受國際線再損失一個人 和有傷人和政客正與Jimmy撇清關係 而根據陳子華和李宇軒之間的默契 陳子華應該是最後留港的人 坦然當時想勸李宇軒離開香港 而當日發信息之後 替新聞知道她被捕 紅方就追問 為什麼陳子華要在香港頂替李宇軒的角色 陳子華說如果沒有人留港 就難以掌握香港的情況 陳子華又說不清楚和黎智英撇清關係的商人和政客是誰 說消息是由Mark Simon 在電話的對話中告知 自己沒有追問 她說 我只是覺得好像樹倒湖散 所以我才發訊息給李宇軒 因為不想她有事 陳子華一述 Mark Simon當時形容的情況是很Tough 指很多陳表示會支持黎智英的人都選擇割蓄 陳子華之後在恐慌提問之下 確認國際線和撇清關係的信息相關 解釋如果沒有黎智英 大家再無法得知美國政府內部的消息 也失去黎智英在美國或其他地方的政治人物 曾經很統一 在國際線上的目標 之後就未必會那麼統一 所以當時對於我們來說 是一個很沉重的打擊 陳子華又說 黎智英在美國的政治人物 能夠協助重光團隊推動制裁 都令重光團隊截省不少資源 陳子華又抑述黎智英和李宇軒被捕後 Mark Simon在2020年8月中旬 在電話上透露 他和黎智英曾經討論 認為黎智英被捕是一件好事 因為會令更多人關注 令蘋果銷量上升 兩人之後談及李宇軒曾發起反對 《國安法》的聯署聲勢浩大 而李宇軒被捕可能會影響對華政策 跨國議會聯盟和重光團隊運作等 Mark Simon表示 在重光團隊方面有Plan B 就是安排劉祖迪在美國不同大學或學校 作巡迴演講 洪發追問有關計劃 如何與制裁相關 陳子華解釋 在李宇軒被捕後 少了一個在前面衝殺錢的人 如果劉祖迪能在美國演講 最少可令美國人應接受反華政策 以及引起更多人關注 陳子華公稱 重光團隊美國線 每個星期都會向Mark Simon回報 曾經按Mark Simon建議選擇 親民主黨背景的顧問公司 並開始接觸民主黨桌底人 或官員以推動制裁 但忘記實際上曾經會見的人 美國線都曾接觸會撞寫報告給政府的政策評論員 提醒他們港區國安法會威脅美國在港利益 令美國人更反感 從而被制裁措施或對港不利經濟政策引而通過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報導 接下來有幾則新聞簡訊 現年29歲報稱任職放射治療師的男子楊相話 被指2019年12月在連登討論區貼文 善惑他人襲警 被控一項善惑他人有意圖傷人 而導致有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 被告否認控罪 案件週三在區域法院開審 控方開案陳辭子 被告在討論區上一則貼文中 留言提及打狗和殺狗等字眼 而被告在警界錄影會面中 表示不肯定留言是否由他發出 而辯方則爭以部分證據和案件無關 強調對被告私隱等損害 遠超舉證的價值 但法官最終裁定 有關的證據和案件相關 批准呈堂 美國國會參議院繼眾議院之後 周而晚以79票支持 18票反對 壓倒性票數 通過一項捆綁式法案 包括同意對烏克蘭 以色列 台灣等提供950億美元軍事援助 動用被凍結的俄羅斯資產 援助烏克蘭 加大對伊朗的制裁 以及限期中國字節跳動 在9個月內出售旗下影音分享平台TikTok 否則TikTok將在美國被禁 總統拜登將在週三簽署 完成立法生效 中國經濟下行消費降級 今年首季餐飲相關企業註銷 吊銷數量達到近46萬間 交去年同期激增超過兩倍 面對消費者追求極致性價比的情況下 業界紛紛推出吸引年輕人的窮鬼套餐 大陸媒體報導 知名中式速食品牌南城鄉 推出3元自助早餐 標榜只要3元 就可以無限暢飲竹品胡椒湯 牛奶 果汁 豆漿等7種早餐飲品 另外一中式的食店老香雞 就推出14個9兩菜一飯套餐 不過有資深的餐飲業界人士指出 一年比一年難 大家都在搞活動 但到底賺不賺到錢 只有老闆自己最清楚 先搞死同行 再搞死自己 中共監視系統已經從過去部署 維穩信息員和網格員 到現在越來越多所謂的社區工作者 登門進行調查 而且特別關注居民和外國的聯繫 山東青島一名社區工作者 對美國之音說 社區工作者除了掃地 協助政府宣渡反詐變事 等零碎事務 也需要注意長居國外的民眾 到中國居民家中探親走訪 他的工作就好像網格員的進階版 例如今年春節有不少外籍華人回鄉探親 社區工作者就必須逐步提醒他們要登記 江蘇一名居民表示 他的儀式是移民到美國的台灣人 誰知這個令到他成為社區工作者的重點關注對象 自去年初他已經見過社區工作者十次 正在波蘭訪問的英國首相辛偉成周二宣布 在面對中俄等專制國家組成的俗心日益強勢之下 計劃增加國防開支預算到2030年 政治國內生產總值2.5% 他指俄羅斯、伊朗和中國等專制國家組成的俗心日益攜手合作 以破壞民主制度並重新塑造世界秩序 多謝收聽 再見